如果说其最近世界上最热闹 备受全球瞩目的地方那一定是俄罗斯 因为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今年就在俄罗斯举行 普京为了让2018年世界杯顺利安全举办 不仅投入了约132亿美元的巨额费用 更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军力和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行保卫工作 尽管大家都觉得此刻普京的精力可能都放在了世界杯上 但是并非如此 据美国著名的防务新闻网站21日报道 持续了7年的叙利亚内战 普京依旧非常重视有战斗到底的决心 据悉 普京为了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消灭去叛军 早日实现国内政权统一的局面 近日向叙利亚南部战场上运输了大量的神秘武器 该武器就是俄罗斯目前作战出色 最凶悍的天王星九战斗机器人 该战斗机器人首次公开亮相 是在去年4月份俄罗斯军事演练的视频中 当时该机器人在演练中不但可以像真正的战士 一样协同俄军完成作战任务 而且它还具有强大的攻击火力和智能化的先进系统 据称 天王星九战斗机器人是一款多用途 多功能的战斗系统 该怪异的武器整体重量高达10吨 在平顺的道路上最高速度为40公里每小时 可轻松越过1.2高的各种障碍 最为关键的是 为了增强该武器的作战威力 天王星九战斗机器人还配备 俄罗斯最优秀的30毫米2A72型火炮 一挺力经实战考验火力旺盛的 卡拉什尼科夫机枪以及携带4枚9S120攻击 超声速反坦克导弹和4枚9K33式防空导弹 据悉 天王星九战斗机器人在叙利亚战场上 战斗力表叹 战绩卓越 不仅有效杀伤续叛军 还多次攻破了续叛军的阵地 不管是对于俄罗斯 还是叙利亚政府军来说 他们对该武器无疑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对于美军和续叛军来说 确实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了 俄军用机器人跟他们对打 是一场不公平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